对方今天的怪人使用的还是先用莫铁 先用莫台纳斯 这场比赛也是两位前五剑内线之间的对话 斯克拉和莫铁 其实这样我有点担心斯克拉 因为整个山东队的内线的防守破风非常的硬 非常硬 莫台纳斯 单打总汉林 那还是非常的不错 防得不错 曹汉林正好能够对上莫台纳斯这样的一个身高和体重 而且纳斯喜欢两个低脚和三分 是 曹汉林也能够跟上 而曹汉林的说到征道句子从来也不错 下来就刺失误 大队今天的这个首发球里面 用了唐紫豪打一个很有活力的一个年轻队来打这个伤后卫 现在我们打伤后卫的体系的时候呢 唐紫豪和刘伟 卢伟这三个队安 有其一在上 因为呢需要他们提供的新高 还是在通过一个低位的掩护之后找弘纳斯 嗯 虎南 虎南这个设计来到山东 有了更多的下场时间 嗯 这个打的还是非常不错 非常多 山东的这支队伍呢 他现在首发的五个人里头 嗯 王若恒和吴南都是在四川队打过 这两个队之间队员都确实非常多 这也是基于当年叶同教练剑的关系 来看一下唐紫豪 工具力投篮 这是一个彩限的大号两分 那老板之后 他楼上的一个底线 啊 这球啊 五秒尾立 呃 刘居东呢 示意说 你们应该有队员要往底角这来接 因为发底线球这样三空位的一个阵 其实有很好的地方 就是发球人的空高不够 嗯 那你很难看清楚 这种机会 你刚才就是一个缩影 如果前锋队员换太亮 甚至是你换罗志来发呢 都好 那你在上边还是要建立一下自己的防守端 嗯 你先会给他们得分 墨田 那些篮下的这种勾手 左右手的勾手 命中力相当的高 嗯 上来打了下一队一队五比零 卓许东 张昭旭 今天也是叫自己的家乡做战 卓许东完全的扣位 三分有没有 差一点 嗯 卓许东啊 他在场上要热起来 才能够把这个篮的感觉调得好 呃 莫太尔纳斯这样摔出去的 刚才和手脸纠缠在那一块 这样是挺危险的 说的话 哦 张昭旭球也是照着球去的 但是 呃 黄胳膊这个动作看 应该也是一个通常犯规 嗯 裁判呐 口下流行 这个动作呢 你要是吹得厉害一些 弄不好能吹你又为止 嗯 吴南 用掩护 中军投篮 吴南的篮不算 嗯 是他这点呢 在防水上 撤中可能还是要放个突破 哎呦 哎呦 玩笑 大队双塔 走懂 哎是没有 还没有 非常可惜啊 一次非常好多分机会 嗯 他反击来了 速度还有优势啊 张昭旭在那儿 这头部点 嗯 没有能够跟 是 是 行吗 这双方的东西是比较大 啊 放到去这下 你才只有拆开呢 比较困难 而且 再要一三分 没有 封出来 穿满 墨铁 哎也没有铺住 行吗 这场比赛对他肯定是重点照片了 这个毫无疑问 对面的 手发的这两个后车员 不管是王鲁虹还是李鸿汉 都是唐鲁虹比较强的东西 这有中头好球 好球 好球 穿满旭在 去上海交代训练之前呢 是一直在山东军队去呢 所以对济南这种形势 对场上这些山东队员有很多 好球 螺旭东 建立在自己的成功防守之后 一个非常坏的反击得飞 刘石东对山东也不陌生 他在青岛队打过两个赛季 原来青岛队经常开玩笑 说中国是打 开玩笑 其实青岛队和山东队 以往每一次打比赛的时候 两个队都说不错 大家谁也不服计 有比赛 他连攻头有些不中 好球 接完之后呢 又能够第一时间打 再转 推得了分不中 今天很明显 弗雷戴特的进攻欲望强 周董好球 李鸿范刚才这下戳了一下眼睛 回到他上来之后 感觉到有一些疲惫 疲惫 上一场比赛花得太好 这种心理和声音上双重倦怠必然的 就是成功的防守 很贵 提前犯规 上海队恐怕要调整后位了 看看是调整罗启东还是调整肠子豪 因为罗启东今天上来呢 几个投篮没有做 果然好多冲调整下来 换上了罗汉琛 罗启东今天显得也有点疲惫 因为上一场上海队的比赛呢 是在礼拜天进行的 那么这场比赛紧隔了一天 在礼拜二来 这人们之间休息的这种规矩进行比赛 对方始终是有这些手上拉拽的小动作 但这个队也一直在降几件台 在抗扑 对方开始就已经说了 没那么到处 不是非常急 是 来 看看 调整个豪 推了 这一下子的强度手上的拉拽都被吹了 无奈 上海队 哎呦 换上罗启了 罗启有一段时间没有打比赛了 他上来的强度跟不跟上 他的串联球啊还是不错的 另外呢 他的主要特点还是在端上 非常有针对啊 因为也知道罗启有这样的投篮能力 通过一个 对方形成的包夹突然是给到罗启 机会少 但是上场里有一些收了 嗯 好球 漂亮 机门又抢断一个 现在这样的 哎呦 从上阵上阵 现在这样的快攻对方都不敢犯规了 因为现在这个赛季对于快攻犯规的 呃 把控啊 非常的严重 是 吴南 再给李鸿汉 那么 双召穴 这就用升高强啊 我说 真稳啊 真是稳 真是稳 呃在场上 今晚呢 通过自己的处理球和串联 把双方的差距缩小到只有一分 等一下体系变一下 或者是真干你 狐狸自通论 还是非常开心 又是回家了 对于一个每一个球员来说 就是 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默契 还能是回到母队 清云的那一刻 还能 喘息自己 以前的暗号 其实对于自己来说 也是很开心 也是很自豪的 终于 我又回到了一个云 因为家在上海 所以说 其实初历四年了 我感觉是 其实就是刹那间的感觉 现在我慢慢的觉得 把这四年 当做是出不绝了 其实经历过 这四年的磨砺 学习 今天感觉自己 也开阔了一切 其实也开阔了自己的个局吧 现在毕业了 都没好了 但是说 我准备回家了 今年做得更多的工作 这些 比赛继续进行 在场上现在是9月8日 山东队在射空方面 并没有调整 还是潜伐了这个五个拳 我看到 相对于 这个其他几角度的这个投完 他在两个底角度有个把握 是 无难 王儒恒的篮儿呢 时有时没有 不太能 不非常能 山东队现在在 守了李静宇之后 他们有特别好的外线投手 罗志刚才这一下打了一个突破 看了罗志的犯规 还好 没有吹第一下伤到自己的主打 犯规落在了罗志身上 还是不错的一个情况 因为对方内线真的是比较强 这场比赛就要去在犯规上的控制 变得非常的强 对方现在也上一个老将 上海队阵中有刘伟 有罗志这样的老将 而对方阵中也同样 有张庆鹏 这个赛季来到 这个换了组员之后 有了更多的这个上场间 是 之前的教练凯撒呢 和他个人之间有一些问题 基本不用 基本不用 今年吴庆荣来了以后 对张庆鹏非常信任 每场比赛呢 虽然打的时间不多 但是十轮连赛常常有球打 因为他们本身呢 也都是辽宁队的两代后患 吴庆荣 他的腹背是郭志强 郭志强后面做了张庆鹏这一期 这次给到击波的机会很大 但是还是说到 击波还是有一些 从目前为止来看 还有一些疲惫的迹象 嗯 这一次吴庆荣 已经做了更加力 是 你让莫泰游达 实在一天这么打呢 不重归的情况下 其实没有太大的比赛 用打两三个回合 第一个球 我觉得不会太两个比赛 不适合造成犯规 打一回合进一个球 这就麻烦了 哦 突然的包夹就 后台的车 效果又小重 这两个竞争呢 15分 想得应该是 这个就换了 因为你经过的感觉不是非常好 要换了 那罗志是不是 就在上头那样的 看看吧 鱼 看球啊 刚刚去 要一中距离 哎 好球 哦 罗汉青没有那么难的来 罗汉青因为拼强比较继绩 而且脚程比较快 手续步 哦 承轻棚 再转 哎 这球同样传的也不好 丁孟城又一个车 这三点主观车真不是盖 到篮下位置楼梯不敢上 车也不上跑 什么 打球 疲劳的情况下呢 我主动发力可是有点困难 真的我跟你借一下力量 哦 这边没啥准处 它是吵的 尤纳斯来了 这是麻烦的地方 墨胎内线也能得分 麻烦了 罗志 如果呢 能威胁 不比球 比较保守 咱们球 炒大 罗志出机会了 拳了 罗志一旦在这个碰三分上 哎 好球 三个抢断 可以了吧 不说 如果不大的话呢 就不一定改 对啊 但是就是这个赛季 在快 起快攻时候 不股后面有没有人 主动的范围就是危机 对 采判回看 采判通过回看判断是否升级 所以就是对 防对方快攻的时候 一定要用一个常规的防守动作 去对方对上 比如说 我这个和你扛一下我断球的时候呢 肩膀给撞一下 把你撞翻了 这个是不会吹危机的 但是你看 防明显 你已经防守行不成有效的控制后 手伸出给我拉你一把 那这球很容易判围体 我们看 他们等着 他离岛这小型应该是给了一个围体 因为现场主播没给到刚才 所有人做出对手势啊 围体万规 果然王乳恒 再看 你看 这个很明显已经是防守位置了 我自己的 大家平时在打球的时候 也可以吸取一个教训 就是你可以跟着他滑步 滑步动得大一点 你用胸前把他的这个肩膀撞 把他撞翻在底 没问题 所以不要是有意识的 是你爱了一次 这个太多了 你千万别是 犯规给裁判看 我这个是犯规啊 起码刚才罚丢了一个 他本赛季罚丢第四 本赛季本场比赛之前 他是八十三罚八十中 他上来好球 哎呦 手也够快啊 嗯 这个反应算是够快 嗯 呃 在山洞的中箭之下 这个球是直接改放了 他没有回看 山洞队 这个赛季呢 挺无情指导的 来做这个发展 也是让大家比较意外 对 山洞本土的软出传�iyang 非常强 这个这种意义上里除了外教练的人之外 他今次请了一个山东男徒系统以外的教练担任 当然山东呢在此前他也是请过李南担任的全运队教练 如果不是之后有了这个红蓝队的话呢 李南应该是有机会出任山东队的教练 最近录制的一直是对方重点关注 录制的运队教练的对象 上一刀已经是推进的犯规了 这一次应该啊给到了张庆龙这么大的一个破头篮的比较 这样子但已经是不拉开到十分 十分 就完成 一去球成之后 还是太险 还是给罗智做机会 哎呦罗智啊 今天三分线三分头不中啊 这不是我们熟悉那个罗智啊 而且是大机会啊 有两个是大机会 好 防入恒 哇这球 切得挺干净的 你只能说这动作可能多少有点危险 不对 笨点去 黄武恒 他的拔球不算好 黄武恒这次赛季的拔球是7% 刘伟准备上了 今天如果刘伟能够拿到1万分的话 现场还会为他布置专门的庆祝活动 上海队应该是要把罗志换下来的 对 罗志在上面你拿头不进 教练也肯定对你不满意 当然 好在还是敢投还是坚决投 手感不好还是坚决投 你要是连投都不敢投 教练会不会肯定不用 没错 这三小时都是不错的技术 机会突然做出 刘伟 9000 998分 被盖了 刘伟 1万分 不止这1分啊 又快攻打了 对方的防御动作是比较有侵略性的 今天上海队想的要度位置比较难 好球 好球 投进 赛场这个赛局的整个别人的把握有很大的抵抗 这个水平现在已经是可以做国家军军队的时候 但是因为他前没有参加红篮的一系列的过去两年来的一系列比赛和训练 这时候呢在19年大赛区要到来的时候把他进去不限去 也是对红篮对这么长时间参加训练和比赛的一种人公平 先放过 先放过 也是比较的聪明 嗯 放过去还没到 一截还是6.5秒 看对手的这次进攻 刚才呢还6.5秒的情况下 因为上海队的犯规未满 所以呢可以轻松的砍掉地方 哎呦 这次这样的话要算投篮犯规了 贾成 这又是一个在四川过来的那种人 当然贾成呢 原来青年队也是 出到十三队打得还不错 好 当年三队为了如下贾成也是无所不用比急啊 这个总经理把自己的表妹都介绍给贾成啊 安排说相亲啊 就这个让他扎根扎得怎么办 之后相成啊 没相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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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六比十三 这个第一节的比赛 上海队在场上尽端显得比较疲劳 比较疲劳 那么在场上进攻